中国出口印尼的雅万高铁已经完成试车 最快每小时可跑385公里 今年8月即可如期通车 十年前,日本千方百计和我国抢高铁订单 然而当年选择日本的印度和越南都被坑惨了 网友表示,按目前的进度300年才能完工 听闻雅万高铁的消息 日媒也不得不低头称 我们和中国高铁的技术差距早已无法逾越 6月28日,日本交通运输产业媒体发文表示 雅万高铁显示出 日本与中国在高铁技术上已经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实力差距 文章分析称 与中国国企背靠政府 通力合作高效建设不同 日本在承接海外订摊时 不仅要通过复杂的招标设计过程 各承建企业还会相互倾扎 层层分包外包 大大拖延整体的建设进度 而且日本国内的设备制造商也屈指可数 与虚假的全日本相反 这是真正的全中国 日媒还特别注意到 雅万高铁与其他中企海外成建高铁项目部分 采用了与中国国内相同的标准和设备 如此既能在出现故障时迅速从中国国内调用设备 建成后 这些设备也可以继续应用到其他海外项目 这一点是他国无法模仿的 雅万高铁是我国与印尼共建 一带一路的代表性项目 全长142公里 建成通车后 两地出行时间将由从三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 这是我国初次在国外高铁动车全体系 全要素 全产业链的建设项目 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示范性作用 遥想当初 围绕雅万高铁项目的竞争相当激烈 它不仅是中国高铁的海外第一单 更是中国首次在海外铁路项目中 打败世界公认的铁路强国日本 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谢峰曾介绍 日本早在2008年就开始跟踪雅万高铁项目 先后做了三次可行性研究报告 但印尼政府始终没有做决定 在中国和印尼有关方面签署了 关于就雅万高铁开展合作的量解备忘录和框架安排后 日本更是一年四次派特使到印尼陈情游说 经过几轮厕杀 中日竞争趋于白热化 2015年 印尼选择将绣球抛给了中国 亚万高铁自2018年6月9日正式开工建设以来 在中印尼两国元首亲自推动下 经过中印尼铁路建设的共同努力 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印尼当地时间6月22日 雅万高铁连钓连式综合检测列车运行时速首次达到350公里 标志着雅万高铁已达到设计速度标准 实现了连钓连式阶段性的任务目标 日媒注意到 雅万高铁试运行期间除了快 也相当安静平稳 当试运行时速分别到达100公里和200公里时 车窗边缘顺利的500印尼顿硬币都没有掉落 报道援引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和印尼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的话称 乘坐体验晃动更小 隔音效果更好 日本高铁建设早于中国44年 但在很多技术参数上已经被中国超越了 其中利硬币就是最著名的梗 2015年一个瑞典哥们在300公里每小时的复兴号上 立起一枚硬币 证明了中国高铁运行的平稳性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高铁系统的国家 日本人显然不服 之后有日本人试图在200公里时速新干线上立硬币 结果失败了 还引发了网民的论战 尽管有人从温度路线甚至是两国硬币的一同 来论证日本新干线更优秀 但事实胜意雄变 这次利硬币还有特殊的含义 说明中国已经有能力在海外1比1复制中国高铁 也为后续出海项目做好了很好的表率 报道称 印尼交通部已经委托多家欧洲铁路顾问机构 就投入运营前的安全性等事项进行了最终评估 免费试运行最早可于7月进行 运营许可证或将提前至8月发放 最迟也会在10月1日之前 早些时候 印尼媒体曾报道称 亚万高铁将于今年8月18日 也就是庆祝印尼第78个独立日期间 如期开通 日媒表示 由于印尼征地工作 未及时跟上等原因 亚万高铁的进展一开始并不顺利 中方在2016年1月举行完开工仪式后 一直到2018年年中 才正式投入主体工程建设 虽然没能按计划开工 经历了近三年的空白期 但中方最终成功挽回了 这三年毫无进展的落后局面 日媒指出 中国从政府到成建企业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上下通力合作 是力挽困缆的关键 日本企业在海外订单 竞争中面对的并不是某一家具体的企业 而是全中国 文章称 亚万高铁的建设工作 集中在中印尼两国的几家大型国企 没有像日本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ODA那样对日企进行复杂招标 也不会出现早前在地铁项目中发生过的 日企互相扑护腿 层层分包外包 造成时间和成本的大量浪费 尤其在最后一年的冲刺阶段 所有成建方肩负着中国的威严 团结一致 合作推进工作的方式 令人瞠目结舌 这是真正的全中国 与虚假的全日本恰恰相反 日媒感慨道 日媒特别注意到 亚万高铁以及中国正在原建的 匈牙利塞尔维亚铁路 都采用了与中国国内相同的标准和施工设备 譬如DF4型机车 连续铺轨设备 仰路设备 轨道检测车等 如此能够节省成本 交货时间更快 而且一旦施工设施出现故障 中方随时可以从国内调拨相同的设备 保证工期和质量不受影响 更重要的是 建成后 这些设备也可以继续应用到其他高铁项目上 日媒评价称 这一整套模式是 其他国家绝对无法模仿的 报道透露 为了追赶进度 中方在亚湾高铁建设中 就陆续从国内追加了一些工程设备 在去年年底发生设备受损后 也很快在一周内复工 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铁路大国绝对实力的体现 反观日本 日媒表示 同样的订单 日本企业要从零开始招标设计 而且国内像中国企业那样的设备制造商也趋之可数 很难说具备承接海外订单的能力 文章最终批评日本政府 连保护本国铁路业发展的勇气都没有 指其既不愿为铁路建设投入更多资金 也不愿支持本土企业赴海外争夺订单 日本媒体特别提到 在雅万高铁事成后 印尼海洋与投资部统筹部长卢胡特宣布 该国不再从日本购买二手列车的消息 而前脚日本天皇刚刚到访印尼 他怒不其中地发出连连质疑 如果雅万高铁的承建方是日本 日本提出的需要大量争订 甚至要贯穿市区的高速铁路 我们真的能在预算内按时在2023年前开通吗 只要中国继续投入巨额国家资金建设铁路 中国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实力就不会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要如何与邻近的铁路大国竞争呢 日媒将中国高铁成功的因素归结为举国体制 试图为日本制造挽回颜面 实际上日本公司在项目上相互轻扎 内耗浪费效率和资金的行为 才是导致日本企业失败的重要因素 就算日本政府不甘心 但时代的洪流不可阻挡 中国崛起已经是定局了 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 中国企业很快就会把日本甩在后面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